好來繼續 用一個穩定的熱源 表示在同樣時間會給一樣的熱量 然後取了水跟某液體100克 有個變化如圖所示 請問你液體的比熱多少 告訴你水的比熱是1 好 誰誰勒 好 加熱一樣的時間 表示給一樣的熱量 公式叫H等於MSΔT 本來是液體就是用H等於MSΔT 可是你不曉得那個H是多少 所以我們要靠水來知道 那8分鐘水的吸熱跟液體的吸熱是怎樣 一樣的所以可以寫個等式 左邊會等於右邊 液體吸熱等於水吸熱 所以呢 左邊是水的質量1比熱1溫度變化 圖上面告訴我從0變成10度 所以是10-0 所以是ΔT是10 等於右邊質量也是100 比熱不知道溫度變化 16-0所以答案是16 這個上面的最後的10跟16都是減來的 10-0跟16-0得來的ΔT 然後數學就算一算就好了 所以答案就A 答案就是A 可以嗎 OK嗎 OK 好 類似 10-0 絕熱講過 絕熱就是熱量不會進來也不會出去 然後穩定熱源做比熱實踐 加水溫的20克 1分鐘測溫度一次 啪啪啪啪啪 第一個 1比熱多少 這個做法跟剛才完全一樣 跟做法完全一樣 那你要找所謂的格子點喔 什麼叫格子點 就是位在這個交叉的叫 位在這個交叉的叫格子點 OK 所以呢這個點可以用 這個點可以用 但是這個點不能用 卡在中間我不知道多少 不能用 OK 你要找格子點才能夠用 好 做法跟剛才完全一樣 同樣時間吸熱一樣 可以寫個等式 水的吸熱等於液體吸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 搖塔T 然後左邊等於右邊 blahblahblah答案就算出來了 大家還能算出來了 OK 多少咧 多少咧 來 帥哥美女 帥哥美女 你賣有36號嗎 沒有 32號 32號 呼籲是32號 誰是32號 你有答案嗎 你的表情痛苦什麼意思啊 你有答案嗎 沒有答案喔 你說 請坐 要找格子點 以四分鐘可以用 八分鐘可以用 然後呢 加熱一樣時間 有吸收一樣的熱量 公式叫H等於MS delta T 左邊會等於右邊 液體吸熱等於水吸熱 帶進去用八分鐘帶 也可以用四分鐘帶 因為都是格子點 好啦 看過來 水帶進去 水的質量20比熱1 溫度變化對過來30-20 等於 然後後面就認真算數學 努力算數學 答案A 可以嗎 OK嗎 好的 你的比熱算出來0.5之後 就可以有下一集了 請問你 八分鐘吸熱多少 這題其實有兩個算法 算法一 剛才算出液體比熱對不對 所以就帶H等於2MS delta T 老師我剛才算不出來耶 算不出來沒關係 因為八分鐘的吸熱 水的吸熱跟你吸熱怎麼樣 一樣 你也可以算水的吸熱也可以 你可以算水的吸熱也可以 也可以算出來 OK 你可以直接帶公式用液體的比熱去 帶公式算出液體吸熱 你也可以去算水的吸熱 反正八分鐘之內使得吸熱 你吸熱怎樣 一樣 所以第一小題不會算 第二小題也可以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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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請問你他應該多少咧 他應該是多少咧 十二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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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拿多少 你拿A 你選A 請坐下 八分鐘 八分鐘水的吸熱 吸熱一樣 可以用水來算 也可以用液體的HM來算 也可以答案一樣 所以呢 帶進去 質量20 比熱液溫度變化30 減20 所以答案就200 所以答案就是A 就是練習08 都是簡單的 直接帶H等於M SDR的公式 就可以把它算出來了 OK